揭秘最有效提升HDL的方法 答案就是烟酸,也就是维生素B3 烟酸可以显著减缓动脉周样硬化的进展,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不过,烟酸一定要选择会引起潮红反应的版本,才能有效果 潮红是指服用烟酸后,身体短暂出现皮肤发红、发热的现象 通常发生在脸部、颈部和胸部,有时还会伴随轻微的刺氧感 这是因为烟酸会引发血管扩张,让更多血液流向皮肤表面 虽然这种反应没什么危害,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如果选择不会引起潮红的烟酸版本,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你想减少潮红带来的不适,可以尝试在饭后服用烟酸,或者慢慢增加剂量 让身体逐渐适应这种反应 另外,烟酸对胆汁的代谢也有帮助 这不仅能帮助消化脂肪,还能有效代谢多余的胆固醇 避免胆固醇堆积导致胆结石的形成 那么除了烟酸以外,还有哪些有效提升HDL的方法呢? 下期,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